那如此说来受到领导的赏识干嘛要走啊 这公司也是个不错的公司是吧 我是前副总 你是前副总 对你怎么出来的 创业啊 那你怎么出来的 其实虽然说我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人物 但是目前整个大形势是2017年底会有整改嘛 然后所以我们组就是属于比较动荡的那种组 然后这个时候我又反观 我觉得我为什么要从事广告 是因为我大学就学习了呢 还是说我是真的很适合 所以今天就来跟他的舞台 希望可以看看我究竟能做什么 但是我发现他其实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对啊 一流的Foy公司 对啊 就好像是我进清华 我不去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不稳定 为什么 来让他说一下为什么 我实习这半年多来 接了23个项目 但是做成了只有5个 前面一直在比稿 有比稿 也有赔标之类的 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我帮助你一下 就是由于不断的 你才去了几个月 已经经历了20多个项目 这就说明你大概两三天 三五天就要换个项目 而且没有一个搞成的 或者大部分搞不成 没有成熟感 所以在这种情况 你有极其强烈的不安全感 和不稳定感 然后你觉得啊 不玩了 而且团队也在高速流动 也没有存在感 团队也不稳定 但这是不是你们广告公 这个营销公司的这个 绝对不是 常态 不是 绝对不是 我是学这个专业的 然后毕业也很顺利的 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里 领头的一个公司 我当然是特别荣幸 但是通过做一段时间 其实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我是不是并没有那么适合的 做广告呢 我当然是不愿意